春天来了,小花园里很多需要整理的 这个周末天气温暖,我们就决定收拾一下花园 很多朋友说要看看我的花园全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其实我的小菜园只占整个花园的很小部分 种菜我也是当种花一样,主要是很享受种植的那种乐趣 所以操作上都比较简单,每年轮着花样种 给自己积累一点经验,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经验 看到小菜地兴兴旺旺,小花园红红火火,真的是有说不尽的开心 我记得往年郁金香都在4月底5月初开放 今年好像确实比较早,可能春天比较暖和 朝阳的地方郁金香基本都开放了 光照差一点的被房子挡住的地方还是花孤朵 会晚几天开放 小花园看花的时候很开心,但是背后的维护工作不少 今天我们分几个部分来看看春天的小花园都有些什么工作 先来看看前院的这一部分 我种了叠里里和薰衣草 一个冬天过去,很多树叶需要清理 杂草也已经开始生长,需要拔掉 大家记得前一段我育了很多花苗,现在也要移栽到地里去 根据天气预报下星期还下雪,但是我想了想还是种下去吧 真的要是经不起严寒那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移栽很简单,这是波斯菊,也叫格桑花 我们先把小花从育苗盆里拿出来 因为种子撒得比较密,拿出来后我们把小苗分开 不用分得非常细,两三颗一组就可以了 把要种花的地方挖一条沟 然后加点肥 把分好的小花苗摆好 然后加土 压紧 把它们固定 最后浇水 使得小花苗和土壤紧密结合 就种好了 第二种育苗的花是百日菊 我打算把这些花种在薰衣草和逮里里的旁边 这个小花坛的边上原来我挖了一条沟 但是因为有点坡度,碰到下雨水土流失非常厉害 所以打算种花,看看好不好一点 我们先来填土 从菜地拉了两车土填到这个小沟里 有朋友问菜地的土多出来怎么办 那么比如这次种花,这里很容易就把多出来的土用掉了 我们先把花苗从育苗盆里取出来 你看这个根长得非常的好 也是把它分成两到三颗一份 尽量均等的在要种花的地方把它们摆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育苗 因为出苗以后我可以确保种的比较均匀一些 这个种特别简单,用小铲子挖一个小坑,放进花苗 然后把它压紧,就种好了 现在来种这种草子罗兰 同样的,我们从育苗盒里把这些小苗拿出来 这个小苗根长得非常好,我完全没有施肥 之前看卖的有这么多根,还以为它们施了很多肥 我这第一次育苗看出来并不是这样 只是这些小苗非常会长根 然后还是把它们分成小份的 因为这种花的苗比较细小,不大好分 所以差不多就行了 在要种花的地方把它们均匀的摆好 然后挖洞,放苗,压紧,种好以后浇水 使得土壤能和小花苗紧密的结合 第二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小苗都站起来了 阳光下看着还挺精神 现在我们来看看春季牡丹的维护 先把枯枝和一些底部的小芽清理掉 因为这些底部的新芽很会长出各种各样的叉枝 影响它的生长,所以要剪掉 之前我有一个视频非常详细的讲解了春季牡丹的护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收一下 春季牡丹修剪和护理彬彬有怨,你就能看到了 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牡丹是新种的第一到两年的牡丹 不需要修剪,让它们随意的长大一点再说 周末买了一些牛羊粪堆肥,看到有虾肥也买了两袋 我在Lows买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我把虾肥和牛粪堆肥参在一起,准备给减好汁的牡丹施肥 这个肥料的比例其实可以随意的,因为它们差别不是特别大 施肥的时候就堆在根部就行,浇水的时候这些肥料会慢慢渗透下去 你要记得的是,如果是去年秋天种的裸根牡丹 春天是不需要施肥的,等到秋天才开始施肥就可以了 现在来看看我前院的三个小花坛 一个种了牡丹和枫杏子,还有葡萄枫杏子,黄水仙等等 第二个小花坛是我的室外小肉肉花坛 经过一冬天的风雨,有很多树叶和杂草都需要清理 第三个小花坛是靠近墙根下的小花坛 去年种了两颗安娜贝尔绣球,还有好几颗月季都需要修剪 郁金香已经都要开了 先来看看第一个小花坛,我们把冬天留下来的湿漉漉的叶子剪出来 然后把杂草拔掉,很惊喜的发现去年秋天种下去的早食南有反清的迹象 我把顶上干枯的枝条都剪掉,但是后来有点后悔 因为是第一年种,应该留着任期生长,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情况,然后才来决定 后面我会和大家来更新一下它们的生长状况 不少朋友问关于风杏子的种植方法 它们是和郁金香用同样的方法种植就可以了,管理也是一样的 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等秋天我补种的时候来给大家上一个视频 风杏子早春就开花了,非常的香 一走进我家车道,都是它们满满的香气,非常值得种的早春花卉 现在来看看我的小肉肉花园 经过一冬天的雨雪,真是满目苍蝇的感觉 先把红景天去年开花后的枝条拔掉 这个很容易,用手轻轻一拔就都出来了,然后把枯叶去掉 看看我的小宝塔,经过风雨也躺在地上,看着有一点脱皮了 但是目前哪里也不能去,买不到新的 我就决定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它放回去 中间这棵花长得实在是太大了 很多朋友问我它的名字,可是我实在记不得了 我就把它修剪一下,非常简单 就这么剪一剪,把它剪成一个圆形的就可以了 加几个在医院店买的小蘑菇 然后我们清理一下杂草 就等着天气暖和了,开始重新生长 墙根下的小花坛,绣球需要修剪一下 因为绣球大部分喜欢比较阴凉的半阴环境 而我的前院墙根下是全日照 如果想种绣球的话选择非常的少 安娜贝尔是比较喜欢阳光的一种绣球 它只有白的和粉色两种,但是我很喜欢它的纯白色 所以还是选了白色的 绣球花不同的品种修剪是有讲究的 有些绣球是老枝开花,有些是新枝开花 还有一些是新枝老枝都开花 安娜贝尔是新枝开花,应该在去年秋天全部剪掉 我这个绣球因为是去年秋天种的,除了剪掉干花 我打算任由它生长,开花多少就不计较了 等到秋天株形比较大了,再仔细修剪 我养绣球经验不多,等我有多一点的经验了 再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月季花也是需要把冻死的干枯叶子和枝干都剪掉 但是剪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你看看这一枝 其实只有一半冻死了,后半部分有新芽发出来 当然这样的枝条可能不够健康,新芽也许发育不好 我们可以全剪掉,但是也可以多给它一次机会 后面再看看情况 大家都还记得我去年种的山珠玫瑰吧 这个是欢效格鲁吉亚 发出非常多的新芽 这个是慷慨的园丁 去年开花不理想,今年看着也挺努力的 这株是波塞冬,经过一冬天的寒冷,它们都开始复苏了 当然剪完枝以后,它们也都是需要施肥的 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我们才把前后院的花园整理好 虽然非常累,但是真的很有成就感 第二天艳阳高照,花儿们也很开心的绽放着 我们也趁着好天来个BBQ,慰劳一下自己 工程师现在烤肉的技术很好了 我们烤肉什么调料都不放,吃的时候放点胡椒和盐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烤鸡腿的配方吧 屏幕上的字幕就是烤鸡腿的配方 腌的时候不要腌得太久,不然就吃不出鸡的鲜味了 你一定会喜欢的,试一下看看,非常好吃 看看牛肉烤的这个嫩 再rest几分钟,火候刚刚好 祝愿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春天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